多倫多惹禍市長福特 被恥奪公權 今天是NMA第953次 對蠟茶市長福特的特別報導 福特的兄弟道格 和參觀議會的民眾吵架 福特念過一位女議員 不幸的是 福特以前在議會的夥伴們 都背叛了他 投票罷免他的市長權利 他成了有名無實的空投市長 真可惜福特不是古羅馬時代的政客 不然羅馬人肯定會把他的酗酒 嗑藥 種族歧視發言 但下屬私混看作是大膽創新 還是說加拿大人仍然繼續支持他 福特接受FOX新聞台訪問時宣稱 要競選加拿大總理 搶走現任總理哈伯的大位 哈伯該害怕福特大軍嗎 快留言告訴我們吧